曾经拍卖到三千万一只能在北京二环内换一套房的藏狼 如今六百块卖给狗肉店都嫌贵 这种出生在青藏高原的看家狗 曾被吹捧一熬战三虎 一生只认一个主人 名声大噪后飞快退去热度 直到现在成为泛滥的商人流浪狗 藏狼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 到底是谁的错 这里是万五零 欢迎关注熊探长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就连写出了藏狼三部曲的杨志军本人也没有想到 他自己所写的小说不仅为他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也让藏狼变得炙手可热 在他之前则是由马俊仁将藏狼捧上神坛 马俊仁原本是个马夫 对于驯马有着丰富的经验 后来不当田径队教练之后 就将目光盯上了藏狼 两千年前后 马俊仁用自己驯马的经验去训练藏狼 将藏狼的身价提高到敢报价四千万一条的地步 并成立了中国藏狼协会 虽说这可能有炒作嫌疑 但当时的藏狼确实是一票难求 后来在2005年左右 藏狼三部曲的发行更是将藏狼风波炒得如火如荼 在2006年青岛举办的藏狼国际会展中心 更是吸引了数万名买家和卖家 据说此展览规模是历届最大的 带动了周边商品的衍生 当时一条藏狼可以轻松卖到几万元 更夸张的是 在展览上甚至还卖出了三千万元的天价藏狼 用藏狼换房子也许真的会成为现实 当时的藏民甚至放弃一网采摘虫草的生意 转而进行藏狼的培育 但是好景不长 没过几年藏狼的销量开始下滑 并且多次发生藏狼伤人的事件 2013年河南有报道说 藏狼差点咬断一名三岁男童的脖子 2015年的齐齐哈尔 一条黑色藏狼连续攻击五名路人 导致一名老太死亡 其他四人不同程度受伤 2019年 富阳一条藏狼突然死咬75岁主人后 又咬伤四人最终被击毙 藏狼商人事件频频发生 多地颁布了禁止家养藏狼的声明 一时间曾经风光无限的藏狼 快速跌下神坛 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2012年 全国一年内增加了102家藏狼养殖企业 到2021年仅增加了5家 这些养殖厂透露说 由于经济崩盘 他们不得不将这些藏狼 以低价卖给狗肉店 那些卖不出去的藏狼 更是多达几千几万条 店家无法承担抚养他们的费用 最终也只能将他们放逐野外 让藏狼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有人说一敖占三户 藏狼的战斗力能和熊单挑 因为它是让一窝狗自相残杀 最后活着的那条就是藏狼 所谓食犬一敖 让狗自相残杀的说法当然不可惜 不过藏狼的确凶悍 首先藏狼高大健壮 肌肉发达 成年的藏狼尖高70厘米左右 体重可达70公斤 一旦它发狂需要几个人一起上 才能把它制服 藏狼这么凶猛 和它生活在高原环境有直接关系 藏狼主要栖息在海拔 约3000米的高原地区 原产地本是马区草原 位于青藏高原的东北部 在这样的环境下 藏狼练就了奈迪温 抗紫外线能适用高原环境的特点 它的深色双层背毛 可以抵御严寒和强烈的日照 胸膛宽阔肌肉发达 能在高原低氧的环境里 放牧和守卫加出 据统计藏狼夜间巡查路段 可以走到20公里左右 面积可达50平方千米 藏狼的确非常忠诚 一般只听主任一个人的命令 而且成年后要让他服从命令很难 所以一般都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 因此藏狼在青藏 对牧民来说 是个很好的守护神兼战斗权 但如果让他去和棕雄 北美灰狼战斗 那还是不太够看 藏狼总体来说 战斗力比成年棕雄差远了 要和力也不如灰狼 只有在团队合作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会战胜熊和狼 这些大型石头动物 不过在青藏高原 低氧高寒的地带 动物数量和密度 远不如低海拔地区 所以基本上除了熊和狼 藏狼几乎没有天底 也就让它能成为一代狗王 藏狼的热度散去之后 在商人事件里出现的藏狼 好像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很容易发狂暴击 难道是基因有什么缺陷吗 其实藏狼的这些行为 也许是身不由己 甚至可以说被虐待了 藏狼早已进化出 能适应高原环境的体格 而人们的过度营销 让它们不得不离开高原生活 很多被运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 居住空间变小 本来就让好动的藏狼感到难受 再加上当地的天气 比藏狼原本的栖息地 更加潮湿闷热 特别是夏天 会让它们非常难受 在饮食方面 藏狼也迫不得已做出了改变 作为一个大型牧羊犬 它们原本是以牛骨羊骨残肉 动物内脏等为主食 同时也吃马铃薯玉米 大米高粱等 在城市的它们 很难再吃到这些食物 只能吃狗粮 根本无法满足它们的大胃口 再加上城市环境嘈杂拥挤 这会让原本就习惯 在安静环境中生活的藏狼 难以忍受 长期处于紧张不适的状态 最终因为某些刺激而突然爆发 所以这足以看出 商人并不完全是藏狼的错 20年前的藏狼经济崩盘后 很多养殖场血本乌龟 还制造出在藏区泛滥成灾的流浪藏狼 更恐怖的是 藏狼本身天地很少 繁殖能力并不算弱 曾有人粗略算了一下 两条成年狗在三年后 数量可以翻19倍 照这样计算 现在已经遍布藏区的流浪藏狼 过几年数量将有多少 实在是难以想象 除了繁殖能力强以外 当地居民对狗缺乏科学的认知 也导致了流浪狗数量的增加 2015年 曾有人被流浪狗咬伤 去县城接种狂犬疫苗 结果当地医生和护士缺乏相关经验 导致疫苗少打了一针 连狂卷疫苗的接种方式 和注意事项都没有普及 更不要说对流浪藏狗的管理了 另外青藏地区 也是包虫病多发的地区 主要通过流浪狗传播 病毒会经由粪便污染草原和水源 引发人体感染 严重可以致死 但当地居民对此并不了解 再加上此病难治 需要从源头上解决 藏狗如今泛滥成灾 可以说都是由不正常的市场造成的 但背后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人们追名逐利 攀比猎奇的心态 针对这样的问题 需要多方联合一起努力解决 2013年 拉萨市在城郊 建立流浪犬售中心 2014年 北京公样银行 创办了青海雪景生态宣传教育研究中心 2017年6月 在白玉寺爱新企业 和外地兽医志愿者的资助与帮助下 针对母犬的绝育守住成功执行 给当地引进了新的解决方式 在后期 当地会结合外界兽医志愿者的资助与培训 培养当地正规兽医 正确使用绝育设备和技术 进一步推进绝育计划进度 同时 当地政府也努力宣传 相关疾病和流浪狗绝育的科普 让当地人及时防备人畜共患病 逐渐接受绝育手术 并且 政府还大力支持 当地人领养绝育后的流浪狗 对领养人还会进行一定奖励 鼓动更多的人前来领养 缓解流浪狗收容所的压力 防止流浪狗进一步增长 不管藏狗再怎么被吹捧 它的本质也不过是一条普通的狗 从藏狗被捧上神坛 然后很快跌落 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 本质还是由人造成的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五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 探秘的最大动力 感谢观看